大家好,歡迎收看Mucho Fee 歡迎回來《影文對談》這一節目 我是大家主持人 今天再次邀請到我們的客席嘉賓夏冬 來跟我們講一下電影 大家好,又是我夏冬 怎麼樣大家? 夏冬,我們今天講什麼戲呢? 我們今天講《優禮圖導演》 2024年最新的談判專家 我們之前回顧了三套《優禮圖導演》的比較出名的作品 如果未聽的觀眾就趕快去吧 挺精彩的 我們上次講了《迪士判官》 《伊布拉病毒》 和《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 哇,精彩 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優禮圖導演》 三套作品對我們來說的影響很深刻 衝擊力很厲害 到現在還未亡懷到《八仙飯店》那種衝擊力 真是好點,不是說笑嗎? 人總要向前望 不能經常回顧回歸之前的歷史 總要面對現實的事情 活在當下是很重要的 雖然《優禮圖》回歸之後 很明顯沒有以前這樣放 但是從他現在的作品裡 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亮點 我們就開始正式講談判專家 如果還未看的話就快點入場看吧 如果正在猶豫的觀眾 其實我都非常建議你入場看這套談判專家 因為真心的 我覺得它是景緋片近年來 算是一套中上的作品 縱觀整套戲是一套劇情編 即是講一些復筆 那些復筆很多都會回收到 它是有些少筆的 我真心覺得是有些筆的 一會兒我們就會說 如果看了朋友稍安無措的 但如果未看的朋友 真是歡迎你入場去看一看 因為這一套其實是一套很精彩 我會說真的精彩 整套戲的張力非常好 當然的 先是聲明的 我們倆都沒有去看這一套原本的作品 台灣譯名是《王牌對王牌》 又或者香港譯名是《無數港》 那一套我們還未看的 所以我們一會兒的討論 也不會牽涉舊作 但如果正在猶豫的觀眾 我就非常建議你入場看的 因為這套戲 基本上是吳振宇和劉青雲 19年後終於 《喜馬拉的星》之後 就同場演出 他們兩個的表演其實是非常之內目 這個此其一 第二就是我覺得劇情是非常緊湊的 第三就是雖然它有一套警匪片 但問題是 它不是大家想像中的那種警匪片 所以我覺得值得試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 就歡迎各位朋友 看完之後再回來我們這一條片 講了那麼多了 Let's go 真心我們看了那麼多一套警匪片 即2024年或2023年的後期 例如金手指算不算一拖 一套警匪片 我覺得 勉強 他將自己的定位是一個 什麼犯罪片 理論上應該是 因為他整個故事最實質編 向梁哲偉那邊 他很少說 諾德華怎樣抓他 怎樣查資料 除了一個很暗糕的計數之外 這條數還要不是劉德華計的 對 這條數不是他計的 是他發現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勉強稱它為警匪片 這樣說 警匪片是一個問題 以及雙紅片 兩個主角那種感覺 你說得對 剛才是搞不定的 之後爆裂怎樣呢? 可以的 我覺得也是 中規中矩 我不知道是否合格 但真的是中規中矩 之後 去年還有哪一套 我記得還有另外一套 警匪片 暗殺風暴 多些 什麼廉政風暴 暗殺風暴 那些 但大家可能都沒有入場看的 你覺得 露火呢? 露火一定是警匪片 也還好 但你問我 上述三套的劇情 其實都欠逢 我不覺得有什麼 這麼說 談判專家 我覺得成功的那件事 我很久沒試過看警匪片 是有一種很緊張的感覺 或者我真的想想想 事情發生什麼事 談判專家是做到那種張力 戲劇張力非常之厲害 由劉青雲開始衝進警察大樓 開始這件事 我就已經覺得 為什麼可以發生這麼多事情 可以這樣發生下去 很多位置都是很神奇的 迷惑都做得很好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近年 我覺得比較滿意 一套有記憶點的警匪片 其實那句 各位觀眾 或者各位聽眾 聽到這裡 其實你想不想得出自《無間道》之後 有哪一套警匪片 你覺得是滿意的呢 不要回答我龍錦威啊 不行的 老實那句 你自己說不說得出 有哪一套警匪片 有記憶點 沒什麼的 但我看這套談判專家的時候 當然我覺得 他自己本身的作品已經很成功了 但他令我想起暗戰 又是劉青雲做談判專家 又有劉德華粉 這套我第一個驚訝的那件事 我猜不到劉德華會親身上陣 去做第一場戲 一會兒我們就會開始說了 但問題是真的 這一套戲 其實你問我 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暗戰的精神續作 當然是 真的是一個暗戰的精神續作來的 又這麼巧又是什麼呢 他們又是一些王家香港警察的東西 我知道的 暗戰裡面的警察不是王家香港警察 是香港警察來的而已 但如果大家有留心 去聽一些音樂 配樂 是英國王室的儀仗隊的那種音樂來的 香港警察現在用的應該不是的 暴操都是中國式暴操的 音樂都應該好像改了 所以是有那種王家香港警察的色彩 挺好笑的 而且你問我 我覺得這套東西 設置在1996年 即1997回歸之前 是一個挺好笑的設定 這個呢 就正正印證了 我和Muchofi時諷刺那樣東西 就是主權移交 或者回歸之後 香港一向都封平浪靜 警察個個都好人 你同不同意嗎 同意 我覺得香港警察 我覺得你不同意 全世界最好的警察 全世界最好的警察 最重要是什麼 這些好傳統來的 基本上是由1995幾年開始 香港的警權的水平是沒有跌過的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警權是從來沒有跌過 你就知道香港是多麼安全 對不對 這些東西又雙虎雙成的 你越依賴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就權利越大 就是這樣 對不對 Anyway 這些都拒旺義了 先不要說這些 老實實的 這一套作品 其實我開頭入場的時候 我有點懷疑的 我真的有點猶豫 我心想 因為其實我真的 很一般的警匪片 因為玩來玩去 又是那些邪不能靜靜 又是那些兵竹賊 然後隨便飛兩下車 然後爆炸一下 就算了 老實實的 韓戰呢 可能是我近來 一直說 會有些機會 可以配合到的 但你問我 我覺得這一套是韓戰級的 雖然卡士沒有韓戰那麼瘋 叫韓戰是一個貶義詞 為什麼 我問你韓戰說了什麼 韓戰其實你問我是很深奧的 是 韓戰其實不是說政府高層 就知道你說什麼 但是故事呢 故事在說什麼 故事就是在說 那你問你答我 為何彭于衍 一開始要做一架警車 他收了警車為了什麼 換錢 不是 那他換錢來做什麼 不是 那個問題就是 他其實搞這麼多 他要搞一件事給他老爸 對 但是為何要收一架警車 那沒有改革 那你綁架警察 不會有錢收的 綁架警察也會有錢收的 不是 他的狠狠位就是 他的狠狠位就是 你的故事是不知為何足夠的 你明白嗎 就是看完之後 好像看了一些東西 但又不是真的好像看了一些東西 你不覺得 因為重點就是 那件事根本就是 一個煙幕 對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 談判專家是一個 嚴謹的故事 一環球一環 但是韓智 你大概知道他想說什麼 警察內鬥 但是他就停留了 警察內鬥的層次 然後這些細節都做得很差 你明白嗎 我覺得各個人都很懶惑 對 問題就是在這裡 你看看談判專家 你不覺得各個人都懶惑惑 你大概知道 他要這樣做 你明白嗎 但是問題就是 你看韓戰 你不知道為什麼一人 要去用手計 一人去找一群人 拿計算機計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你明白那個問題在哪裡 是完全不知道做什麼 還有 你拿手計也計得準 我真的 那為什麼要找一群人計 你心算那麼厲害 你去做數學家 你學給人做警察 對吧 你怎麼這麼說 你數學那麼厲害 你不用做 我用精算都可以 喂 你精算師 會計師 都用計數基督 你怎麼用手計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韓戰這樣的說法之下 其實只是一群明星堆疊出來的一件事 其實韓戰最大的卡士就是 一大堆明星 大堆頭 真的每個都數了 每個都叫得出名 你問我 這套每個都叫得出名 談判專家這套都叫得出名 是啊 我就是想說那件事是什麼呢 感覺就好像是什麼 這套東西像是韓戰 把重心放進劇情那裡 而不是放進卡士那裡 但問題其實你留意一下 其實韓戰和談判專家那些卡士 都差不多的 我的意思是說不僅是星安方面 例如一些配角 即是洪天明也在裡面 又是王德斌 即是王德斌也在裡面 是嗎 你這樣說 他們一向都是配角嗎 他給我的感覺 那個氣氛 那個氣氛很遲 其實他們兩套東西 你問我 我覺得2024年 我還看到這個水準的警匪片 其實是一件好事來的 我意思是我覺得他的完成度是高的 你明白嗎 各位觀眾 明白 我不覺得他是一個很突破的東西 但至少他做到他應該做的東西 這一套警区片 好老實那句 我覺得娛樂 我覺得整個故事的處理是非常之好 我只會找到一個小北 之後還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我想跟大家分享 但我真的覺得 為什麽我要花那麼多篇幅 和Muchofi討論 我們近來有沒有記憶點的警匪片 因為我想跟大家說的一件事 其實香港電影連警匪片都已經沒落 真心沒落 如果大家還是覺得看爆炸就足夠的話 這一套 你的要求不可以只是停留在爆炸和飛車那裡 我只是想說那一件事 我相信大家成年人不會明白那個是什麽 我們可以繼續 你問我的 我覺得第一幕 講劉德華 在這裡挾持人志那一段 已經是一個很高效的罪事 這樣說 這一幕戲是完全反映到這一套戲的名態 第一 第二就是 它是完全反映到人物性格 我覺得 對 一開場就看到吳振宇 其實也有嘗試幫助劉德華 但可惜還有被失敗了 然後都引發之後的事 吳振宇就決定要在根源上解決問題 就退了他的工作 其實第一幕戲是完美地說了 溝通這個主題 為什麼? 劉德華的角色 基本上就是被社會作邊緣的人 因為簡單來說精神失常 之後可能是沒有工作能力 即是窮 即是這三樣東西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社會被邊緣化的人 他們生了一個小朋友 然後大問題是社署 即是拿走了他的小朋友 去給一個有錢的人家 對不對? 老老實實 那樣東西 社署在這件事裡面有沒有做錯? 你覺得 他可以執行得更加好 如果劉德華沒有說謊的話 社署其實理論上應該要解釋給劉德華聽 為什麼要拿走? 而不是在一個記者會裡說的 你應該要跟當事人解釋 為什麼他們不解釋? 就是因為覺得他們是瘋子 我一跟他說這些 他們立即拿到他斬勾 一定是這樣想的 對不對? 那這些就是醫底帕斯語言 簡單來講就是自我實驗 他為了 所以有些事情發生 就是因為社署沒有跟劉德華做一個溝通 所以劉德華就要這樣挾持人質 逼社署出來跟他溝通 他是要很extreme 即是玩到最盡 才有人肯勉強跟他說這件事 都重要不是兜口兜面說 你不要搞錯那件事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那件事 這一套東西其實是 第一幕 描寫到公權力和個體之間的差異 你想想你作為一個有精神病又窮 簡單來講是什麽? 劉德華想買個外賣的錢 請人吃個麵 他都沒有錢 整身這麼大個人找來找去 只有40元 你想想多窮才行 雖然香港現在40元 你都吃不到一個餐 但問題是 他都窮到一個什麽地步 那件事就是什麽? 就是說劉德華本身 你看到整套戲 整幕戲就是 劉德華根本不是一個壞人 他本質上 他會覺得很愧疚 那件事就是 為什麽我要逼到 要搞到那兩個職員 他都明白 冤有頭債有處 但他投訴無門 你明明分別在哪裏? 因為他沒得選擇的情況下 只能這樣做 他不是沒得選擇 那麽簡單 矛頭一直指向的是社署 是不是? 指向的是社會福利署 而不是那個姑娘 明明中間的差異在哪裏? 簡單來說就是什麽呢? 一個公權力 這個公權力裏面 包含著無數那麽多的人 簡單來說 他遭受到的是制度暴力 簡單來說 公權力有絕對法律的執行權 他不需要跟你講道理 他不打算和你和解 他不打算令你好受 為什麽? 因為我合法的 這個世界如果合法就做得 很多事情就會混亂了 老一代人就會說一件事 叫做什麽呢? 人情世故 簡單來說就是 為什麽 劉德華會被人迫上絕路呢? 就是因為他根本面對公權力 他沒有一個可以對點的人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簡單來說就是 一個人做錯那件事 你回想回到那個姑娘的記者面前 說的那件事是什麽? 是我們社署 我們經過專業評估 我們決定 我們有權 不是 但是根據我的判斷 我覺得劉德華是不適合 那對夫婦是不適合養小朋友的 這兩句的說詞 完全是體現到分別的 因為我們決定的那個不是我 專業判決也不是我 簡單來說就是 心理醫生可以斷定這兩個人 精神質上搞不定的 但問題是決定那個都不是 不是我一個全責任 簡單來說那件事是分散了 所以才逼到劉德華 是不能選擇的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是那兩個被挾持的小姐 也就是那三個被挾持的人 決定收走劉華仔 他們的行業都扔了他 那問題不是 就是因為根本就是公權力的問題 那你就看到第一幕了 而第一幕就很成功地點出了溝通這個主題 交通是這件事的重要性 因為簡單來說 去到最後你救到人士出來 但問題是那個少事者自爆不死 你是令到少事者消失了 簡單來說這個社會少了一個精神失常的人 但不代表你會阻止到下一個精神失常的人 去做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吳鎮宇會受不了他才去做社工 而這一幕他簡單簡單的用了15分鐘就說了這件事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高效的事 之前我就說了 有些社會的人特別慘 因為社會沒有他們睡覺 他影響不到社會 說到社會 大家想起社會就知道什麼事了 大家的憤怒可以對著一個人 而不是對著整個體系 那你就知道那個分別了 明白了 不要再說下去了 夠了 OK 好了 剛才我是不是這樣說了小筆 你知不知道那個筆在哪裏 應該這樣問吧 Mucho 你覺得整部電影是否真的沒有筆 不少不少都有 例如呢 我覺得那個筆就是這個顏卓玲 其實有賭歌 即是人家說兩句他就馬上縮 然後就爆開口出來 其實他不說沒事的 你明白嗎 即是Maggie那個角色 你覺得他說服不了他 他像是推動過 即是不斷地解鎖劇情的人 是啊 其實就是他的工具人 即是說兩句就爆開口出來 其實都是說一句 這個我覺得是正確的 是 阿妙橋位其實不知道Maggie知道多少 那Maggie其實不說也沒有 你明白嗎 又或者簡單來說就是 劉青雲也不知道Maggie有答案 簡單來說劉青雲綁架整個四個人 他不會知道他綁架的人知道多少 他只是純粹把那間房的人控制住 只是剛巧那四個人在那間房裡 當然啦 魯迪是楊偉倫 你這部電影就證明他搞笑都可以 當然他證明了很多次他搞笑都可以 但這部電影 老實實我覺得他是一個亮點 你想想在這麼多影帝 在這麼多成名已久的明星面前 他都可以做到這些演出 你會記得他 但他是另一個工具人 真的負責IT的工具人 我覺得他是搞笑的 真的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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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但你不要再拒絕他的要求 行不行 那段事情是很搞笑的 你問我老實實的 我覺得Maggie的苗捨 或者魯迪的苗捨 也算是欠奉一點 但問題是 我覺得整件事最好笑的 其實為什麼整部電影 有人會相信 真心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會相信 劉青雲的角色 即是卓文偉 會是做這壇事的那個 你明白嗎 監守自盜也沒理由這麼明顯 對不對 其實想想一下 都會有些搞笑的 他身邊所有人都有份 但只有他一個沒有份 因為他的朋友 那些二十多年兄弟 還有上司 全港部也有份 當然只有他一個 好像出於泥而不染 那樣子 成多蓮花那樣 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他本身是黑色 但問題是蓮花那樣 白白的 但問題是 他做委員 為免大家跟不上我們的討論 很簡單的一件事 這套戲圍繞住 整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有警察 我重申一次 是97回歸之前 的警察 騙政府 我重申一次 在這裏戴上頭盔 戴上頭盔 戴上頭盔 我現在討論的 所有的警察 首先第一件事 在故事裏面 而故事裏面的警察 全部是97回歸前的警察 OK 不關香港特區政府的事 OK 大家滿意沒有 Anyway 頭盔就戴完了 好了 為免大家跟不上討論 簡單的來說 就是 警隊內部有人騙錢 之後打算冤卓文偉 即劉青雲 劉青雲 為了要證明自己的清白 他就綁架了 警察去搞這件事 去綁架了一個少使者 簡單的來說 去挾持了他 去證明自己的清白 我先不說這件事 沒什麼可能 即使你證明自己的清白也好 我肯定你都會面對司法制裁 因為你頭中搶襲警 拒捕 簡單來說就是 就算證明你沒有做這件事 但你後面做了一堆事 你如果只要一天 律政司還沒給那些什麼 刑事豁免輸你 你都是糟糕的 當然的 這個世界如果每天都講合理 是沒有電影的 最寫實的電影 你只是看閉路電視 那一定沒有問題 所以這件事也不是問題 但你問我 我真心覺得 我不明白 為何整個天人 整個故事所有人 都會認為是卓文偉做呢 他們可能 在電影中 他們說要找一個看死鬼 所以就要堅強塞在他那裡 但問題是 老老實實那句 對呀 張永家 他一直都說自己有善人 還有一屈嗎 但我們最後都找到那個善人 就是他自己 那些什麼 我朋友 有感情問題 最後發現 我朋友是他一樣 阿溫Sir也是假的 但問題是 因為沒有存在過 那善人這件事是假的 其實 對善人這件事是假的 因為他說 他是良心發現 所以就打算跟劉青雲說 我剛剛覺得整件事很搞笑 有什麼理由呢 劉青雲身邊所有人都有份 但只有劉青雲沒有份 其實有沒有想過 可能是 大膽的推論 其實劉青雲也有份 其實他們所有人都是嫌疑犯 因為劉青雲是委員 所以一定要拉攏他 你不拉攏他 你沒有可能吃屎 就算有妖嬌位也好 這件事沒有他不成形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因為其他全部都是散製 應該全部都在劉青雲 所以他們沒有可能 劉青雲的感覺 我不知道 其實他描述了結局 其實有另一個我覺得 一開始覺得很不合理的 那件事 Mushabia 你會否發現一件事 整部電影一直在 很強調談判專家守則 簡單來說 第一條守則是甚麼 沒有令犯人聯想到死亡 因為一聯想到死亡 就會一起撼求餐 談判破裂 對 你會否發現 去到後面 劉青雲打算勸喬喬 苗翹偉協辭了吳振宇的幕 是有點不不的 如果基於這個原則 苗翹偉 開頭不是說要求要輛介款車走 之後劉青雲的答案是甚麼 你和我也知道最後的結果是怎樣的 你死亡 就是類似 就是說每一個劫匪都以為自己可以走掉 你說你走不走掉 他第一件事 這樣說 第二件事 記不記得他就說 你試試去射林 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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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射林 你立刻便密封閉 你不發覺 他好像有很多位 都特地刻意違反守則 想苗翹偉死 真的怎樣 你覺得他想撕苗翹偉口 讓沒有人知道他都是一份子 其實如果二日劉青雲真的是一個犯 這樣算 這件事其實他有份的話 其實這個推論是合理的 但你想想 就憑他最後那一幕的行為 其實你是覺得很詭異 那樣東西就是 假設兩個都是談判專家 你不是假設應該要令到苗翹偉不死嗎 即是無條件矯蟹的嗎 但苗翹偉去到最後選擇死了 即是選擇自殺 為什麽呢 但你認真想想 這件事為什麽會 即是這件事真正知情有什麽人呢 黃德彬 接著到苗翹偉 接著是洪天明 盧偉光 即是做高級的光頭腦 接著就是周文健 即是做李俊傑 做II 做主管那個 你想想有誰還生還 是呀 好意得六千萬一個 好意得六千萬一個 大家又想想另外一個 其實呢 即是那些什麽 離岸戶口那一幕呢 是誰跟我們 誰跟觀眾說 離岸戶口 是被人塞進去的呢 你覺得可能都是真的 可能真的有其事 因為大家都有黑材料 所以就 不是 我想說那件事是什麽呢 大家如果回想起離岸戶口 被人插裝架架 假往那個攝影是怎樣拍出來的呢 是卓文偉 即是劉青雲的思考 是劉青雲的想像裡面 他是想像 即是他在想 周文健 放了封信進去而已 他不是用一個普通鏡頭 看著封信被人扔下去 那也可能是 他真的有一個離岸戶口 如果他是一個共犯的話 是的 或者他有份搞這件事 是的 即是他有機會的 那其實 大家如果撇除 即是因為其實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多普遍香港觀眾的思考盲點來的 尤其是這樣說 普遍觀眾的思考盲點 即是其實沒有人說 那個是主角說的 一定是可信的 即是你想想 黃德斌 即是張永家那個角色 一直在說那個善人 其實一直沒有存在過 但問題是 這個善人 只有誰一直在提這件事 就是黃德斌和劉青雲 一直在提這件事 當然是他的錄音 但問題是 其實那個錄音 他一直在說 有善人 其實是一個自保的手段 簡單來說 如果我遭遇什麼不測的話 我的善人會爆向後 或者你殺了我沒用 還有人會知道真相 所以其實整件事 你想想一下 如果用這樣的推論 你覺不覺得整件事 很無管動呢 我覺得有點無管動 我想想一下 很瘋 但其實 但為什麼黃德斌 又去暴寸 跟劉青雲暴寸 是否因為他 剛剛在街上 他不知道劉青雲也有份 可能是 所以他就跟他上司說 就好像劉青雲覺得 其實你想想一下 整件事 很不合理的 即你是劉青雲的話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說 你警隊有內鬼 你憑什麼相信 你憑什麼相信 苗翹偉是信得過那個呢 你明明意思 你永遠 那個內鬼就是高層 他也是高層 每個都是這樣 你想跟人說有內鬼 但那個人就是那個內鬼 每個人都是這樣 但問題是 我覺得同盟講的那個之餘 他自己也是 其實老老實實的 我們剛才說的 其實每個人都提到一件事 其實卓文偉有機會 可能是這件事的主事者 他去找吳鎮宇 就是謝家俊進入來這個局 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和他交情很好 這個故事裡面都說了很久 就是他們兩個是三年前拍過一次當 他拍這一次當之後 為什麼千辛萬苦搞這麼多事情 都一定要逼他來回這裡 因為他就是相信他是唯一一個局外人 第二就是 其實你發覺整個行動組裡面 各個都想他死 是個個都想他死 只差在就是 他們是想不想周文傑死 他整個Tactical Team 就是整個行動小隊 我一開始以為是黑仔有份的 但原來黑仔才是最青年那個 但其實整個行動那幫人 個個都想他們死 所以我不是感受到就是 這套劇本的劇本 或者是有些機會 是再扭多一針 我覺得你這個CIO很危險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的香港警察 就非常之 咦不是喔 是以前的香港警察 這樣就很合理 我覺得以前的香港警察 這樣也很合理 那些混蛋來的 對 現在每個人都清如水念魚鏡 一定不會犯罪 沒錯 這樣也很合理 你想一下 這套劇為什麼要選九六年之前 就是1997之前 所以 好啦 大家講了這麼多了 我覺得我的理論 就未必一定是對的 可能遲些有邱導演聽到這段 都會笑回三聲 就是這個小子 都算是挺有創意的 但是可以是錯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的 其實大家可以試一下 每次我們去看電影的時候 主角未必是在說真話 主角未必是每次都在說真話 很簡單 如果大家有看過一套劇 叫做Lolita 即是一雪尼巴押海棠的話 主角都是基本上 他在說整個故事 都想說謊 就是他想欺騙我們的觀眾 簡單來說 就是每一個電影其實都是有一個視覺 你都是跟著某一個人的想法 去說這件事 又或者我很喜歡的正義回落 你都會懷疑主角是不是在說謊 或者說真話 所以看電影 其實我覺得《談判專家》優秀的那件事 他當然的 他爆炸場面做足 即是說真 講版Michael Bay 明不開全 真心 都真的做得很刺激的 但我覺得他的文本很成功 那件事是什麼 就是當然 你就這樣看表面那一層 他的一環扣一環 他的伏筆都收得好的 當然的 我覺得有些人物塑造是真的差一點 像Maggie 或者Rudy 就是魯迪 是真的差一點 但如果我可以走出門口 我可以想到覺得 對了 卓文偉有機會可能是一個假 是在說謊的話 我覺得已經很成功了 你們試問一件事 就是你們看這麼多年景緋片 又有多少套景緋片 可以令到你有這樣的回味呢 好像沒什麼 是啊 所以就是這樣 好了 今天我們都說到差不多了 是啊 我們已經說了一些不可過人的事 再說就到我們被人拿出去打了 所以 如果喜歡的 記得like and share 如果想知道我們的動向 就可以follow我們IG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